今天大世界话题 我们要带您看的是 中国第二届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 在北京开幕 一带一路呢 从2014年中国大陆政府开始推动以来 现在呢已经总计 有126个国家参与了 但是呢在中国协助这些国家 进行基础建设投资的同时 也不断的被质疑 很多国家就讲了 他说这是中国设下的债务陷阱 让参与的国家 他盖了一大堆 他可能用不着的基础建设 但是呢就受制于中国了 因为你就欠中国很多钱 那为什么要设这样的一个债务陷阱呢 就是要满足中国 他建立影响力的野心 好了所以呢一带一路可以说呢 发展了这么多年到今天 已经有很多所谓的负面声浪了 那北京当局为了洗白 债务陷阱这种污名 特别就透过了这次的高峰论坛 让习近平在开幕致辞的时候宣誓 他说一带一路呢 是要让各国互利发展的 并不是我们中国单方面的野心 甚至呢大家非常在意 所谓的债务陷阱 债务危机 他也提出了解决方案 他说愿意来参与这些国家 一起处理债务问题 好我们就要带你来看这次的论坛了 总共37个国家是领导人亲自出席哦 那同时呢有大约有150多个国家都派出了代表 但是呢有缺席的国家 比如美国就不愿意来 比如印度 印度从头到尾就不愿意来 因为他们就直接质疑说 你那个就叫做债务外交陷阱 你可恶 你阴谋 你可恶的要命哦 那但是呢这回第二届呢 我们看到刚提到了目标就是要修复 中国大陆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区域共生的一个经济发展 共同发展的信誉的损伤 他要找回一带一路原本的精神 那当然就是要抗衡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 好了那我们看到了这所谓的债务陷阱 那你摆明就是这样嘛 这个中国大陆到了这些国家去 基础建设我帮你盖嘛 你没有这个没钱盖 怎么办呢 我借你钱嘛 那你没有人 哎呀我中国直接空运工人给你 那你没有技术不会盖 没有关系 我来帮你搞定 你就出个土地就好了 那你说天下有白吃的午餐吗 当然没有嘛 你欠他很多钱啊 因为他出钱帮你盖 出钱出力帮你盖 那你要还我钱吧 还不出钱怎么办 割地赔款了 港口啦 什么99年的 全部通通都让给人家啦 这个国家的利益啦 这个土地啦 全部都割出去了 所以呢大家就说 那叫做你中国的阴谋债务陷阱 现在要洗白这样污名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这位是人行的行长易刚 他就直接点名了 挑明讲 大家都担心 说我帮你盖 我给你钱 这样不行嘛 因为呢 你的债务人 你的债权人就是我中国 然后呢 中国就可以对你予取予求 这是西方国家他们的质疑 他说好啦 那没关系 我不要中国借给你 不要中国政府借给你 你们自己去借钱 我们一带一路还是继续 中国还是一样技术支援 人力的支援 我帮你盖 但是呢 你没有钱对不对 那你担心说 你会落入我的陷阱 没有关系 你不要跟中国政府借钱 你们自己想办法嘛 私人部门 那么多银行 你去借啊 他支持多管道资金的融资 你就去借 没有关系的 甚至呢 中国方面还讲 他说我可以加强债务风险管理 这个国家 他整体的债务结构 我帮你看 如果我真的评估之后 发现不行 你坐下去一带一路 你会破产 那不然我们就不要做好了 他说他会去考虑 合作国家的债务结构 当然话讲得非常好听了 实际怎么做 我们就持续看下去 无论如何 外媒的解读室 这一届的 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 就是为了要重新调整 一带一路 在接下来的发展方向 希望大家别再说 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债务陷阱 在各国造桥造岗 促进贸易文化交流 中国一带一路 第二届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在北京盛大举行 开幕仪式 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辞 接待37国领导人 以及150多个国家代表与会 习近平除了针对 一带一路议题老调重谈 这次中国的意图 很明显是在修复 一带一路过去六年的 种种负面形象 过去不少接受 一带一路计划的国家 频频传出贪腐及庞大的债务压力 最后收贿的却都是中国 如今习近平决定跳出来灭火 提出调整一带一路的策略方案 引入各方普遍支持的规则标准 推动企业在项目建设 运营采购招投标准环节 按照普遍接受的 国际规则标准进行 习近平也强调 一带一路会坚持开放 绿色连结的理念 零容忍打击腐败 并且坚持各种合作 都要摊在阳光下进行 我们欢迎多边和各国金融机构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投融资 鼓励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通过多方参与 实现共同受益的目标 针对外界执意的债务陷阱 习近平想打破 以往过去中国官方直接贷款 给一带一路参与国的方式 未来开放让私营金融机构 也能提供融资来建立可信度 中国央行行长义刚也在论坛中出面背书 提出具体措施 应当客观全面的认识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 投融资的决策 要充分考虑市场主体和资本金约束 合理设置投融资的结构 有效管控风险 也要充分考虑 一个国家总体的债务承受能力 加强投融资的统筹协调 确保债务可持续 义刚也指出一带一路往后 将是私人机构的投资为主力 政府资金只会运用一点杠杆和导向的作用 让整个资金导入市场里头 借此说服各国投入和支持一带一路 但对于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的美国而言 一切都只是阴谋论 中国人有很多钱 他们有很多国家 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反感非常明确 这回的高峰论坛 美国更选择不出席 专家指出在一带一路 版图持续扩大之际 逐渐威胁美国在全球的地位 即使习近平表示不搞小圈圈 但一带一路 俨然成了中美外交的拉拢战 三连新闻 陈德国斗 好 我们看到了在这一届的一个高峰论坛之前 还有这个习近平演说当中都不断地强调说 绝对不是债务陷阱 债务的问题我们会好好地帮你们来解决 那到底这个债务陷阱 最早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这样的质疑 我们就带你看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是非常早就加入一带一路计划的 因为斯里兰卡也算是一个这个开发比较稍微落后的国家 这个斯里兰卡很多的一些这个现代化都没有做 因为呢一来没有钱 二来没有技术 所以呢中国就看准这一点 他说没有关系我帮你做 造桥 铺路 机场 港口 全部搞定电力设施通通我来交给我就好 那当时呢这个一带一路刚刚开始啊 所以斯里兰卡政府就觉得很棒啊 这真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对不对好朋友你看好朋友帮我 大家好嘛对不对 于是呢就好好加入了一带一路的行列 结果呢做很多哦 你看哦这个基础建设的部分 在首都港口城这个地方呢 还填海造路哦269公顷 那做这么多的一个建设 当然要钱啊 斯里兰卡说啊我要是有钱我早要做 对不对就是没钱嘛 所以呢中国说没关系要钱 我借你啊 哦很好啊一开始的时候傻傻的 好啊你借我钱你帮我盖 然后到时候呢他讲得很好听啊 到时候你看基础建设盖起来了 你经济发达了 你还从那钱赚不回来吗 斯里兰卡政府想哦很有道理哦 对不对哦对好好那就OK 结果呢我们看到了到最后的状况是 现代化设施盖是盖了啦 这个港口也盖了啦 这个也有了那个也有了 但钱欠了好多哦 结果有一天中国说 钱还来 哦没有钱还怎么办 而不是说经济发展了就有钱吗 经济发展了 问题是盖了那么多基础建设 经济还没有发展就跟我要钱啦 80亿美元我去哪里伸出来给你啊 那中国说没关系啊 这个钱没有是不是 那你有地嘛有港口啊不然你港口就租给我嘛 然后呢用很便宜的一个方式哦就租给了这个中国99年这是在南部一个非常重要枢纽位置的一个港口就被迫用非常便宜的价钱租给了中国所以呢 那斯里兰卡的一个这个例子呢马上就被很多其他的国家质疑了 说完全就是被中国大陆给养套杀到最后呢是完全没有办法只好割地只好把港口的一个经营权给让出去 斯里兰卡等于是第一个让大家意识到一带一路可能背后暗藏债务陷阱的案例 我们要坚持开放绿色连结理念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排上大畅连结开放24号开幕的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 却免不了被中国的债务外交梦上阴影 南亚斯里兰卡不顾外界看衰 2008年接受中国463亿台币债款 在南部兴建汉班托塔港口 结果证实营运不长 斯里兰卡不堪80亿美元债务压力 只好出卖主权 中国并吞脚步并没有停 斯里兰卡吞土量最大的可伦坡港口城 如今也被纳入一带一路 中国在海上思路大兴土木 去年服役的亚洲最大挖泥船天空号 看成造岛神器 让挖泥填海工作实现无人自动化 早就看穿中国为全球带入的真正意图 美国印度这回也联手飞鸽 拒绝出席 除了斯里兰卡 今年将到期的1800亿外债 巴基斯坦也被迫出借港口40年 缅甸与吉布地同样下场飞彩 北京口中的国际合作 恐怕是拉着世界和中国一起沉沦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请问上